所以我看過這麼多班獎典禮很少這種狀況 就是第一次入圍的就有三位 角逐男主啊 有沒有可能是first time lucky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今天呼聲都很高 許瑞琪 黃振榮 孫正 你看四個呼聲很高 ok 而且三位都有個共同點 剛才都有拿這個最受歡迎的獎項 那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再下一層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另外兩位 也是實力派的 像今天俊耀哥厲害了 已經連二了 兩個獎項 有沒有可能三料 有沒有可能我不知道 那當然還有阿武哥 他其實已經拿了三座 也是實力派的 那今天有沒有可能拿下個人的第四座呢 這個時候當然我們也是要請Semi來頒獎 不過據我了解 其實Semi是蠻提息後輩的 因為你的得獎的這個電影是 零片酬出演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要提起這些新進的導演呢 我就覺得 提拔新人很重要 因為有新的才能傳承嘛 那所以我非常願意這麼做的 太棒了 好 確定是零片酬 然後之後沒有分紅嗎 應該沒有 不過至少有獎拿 對對對 非常好的演出 好那到底今年這個獎項會是新人傳承 還是由資深的前輩們獲得 那我們呢就要很快的來頒發這個 紅星大獎 2023 最佳男主角 不過我想先問一下 Semi畢竟這個是最後一個獎項 所以我覺得你看一下我們台下的這五位 看面相啊 我不懂這個 如果啦 如果啦 因為你還沒有開嘛 我們不要說你預測這個就沒意思 如果五位啊 你這樣看 你比較有哪一位有那個演員想要跟他合作一部戲 五位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對就是五位舉個手好不好 請舉手 對 旁邊的不要亂舉啊 他們的粉絲太強了 太強了 都想跟Semi合作 你看 有哪一位你覺得 好像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想合作 那五位一起分攤吧 蛤 就一打五啊 不行不行 我覺得哪一個拿都沒問題 因為我覺得入圍就已經是個很大很大的肯定啊 是是是 不過說到這個男主角 等一下你是怎麼樣 因為一直在臨持他們是不是 當然啊 你希望他們 對啊 因為剛才我感受著 遭受到你的折磨 我感受著給他們感受一下 明白明白 繼續咧 對 沒有啦 因為其實據我了解 這個男主角這個獎項 呃 像您的這部電影啊 本來是聽說是要邀請劉德華出演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為什麼拒絕 就是你不要他演了 這個嗎 不好說 不好說 但是說實話他太明星了 太帥了 後來導演覺得他太帥了有點他的明星太厲害了 那我們這個故事是不是比較丑根一點的 那導演也希望 呃 對希望我有一個新的搭檔吧 所以不關我一切都是導演的主意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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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聽別人講 第一首獨家內部八卦 所以這個趨勢聽起來 應該待會是不帥的得獎 呃 不一定 那就重缺了 因為都很帥 對都很帥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頒發今天晚上 最後一個獎項 最佳男主角獎 有請SAMI 他的紅杏大場2023最佳男主角 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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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許瑞琪 你的世界我們懂 你的世界我們懂 許瑞琪 第一次入圍就得到最佳男主角 是 他在你的世界我們懂這部戲 扮演一位赫鬚兒正天才 可愛之餘 賺人熱淚角色也爆紅 是首次入圍演技獎 就以大日姿態奪下勢地的寶座 眾望所歸 再次恭喜 RICHY 許瑞琪 真的很漂亮 能夠接到一個有挑戰性的角色 我覺得是每個演員都想要得到的 能夠演正天才說出特許兒跟他們家人的故事 是我的榮幸 首先我想要感謝我身邊的人 我愛的人 謝謝 謝謝公司 謝謝 謝謝TCA I wish 雪靈 Fiona 謝謝我們的幕後團隊 他們那麼辛苦 謝謝我們的 戲裡的演員 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 謝謝你們 最終我想要謝謝張龍敏 最後最後 謝謝 Johannes And Anna 謝謝你讓我走進你們的世界 你的世界很美麗 現在 大家都懂 RICHY 我告訴你 RICHY 難得得到最佳男主角 還有一點時間 你不要把握 有沒有什麼人還沒有卸的 趕快 不然你趁 不然等一下你漏掉就沒有機會了 我想要用這個時間跟鄭熊恩拍照 好 我們來selfie一下 給他一個特寫 各位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鏡頭 希望有機會 也要謝謝頒獎人 謝謝Sammy 再次謝謝你 Sammy 謝謝